恭喜發財 祝大家2020年的鼠年 今年就良財兄旺 事事亨通 貴人旺襄六把扶持 在2020年屬鼠的朋友 今年是植太歲 植太歲之年最重要 有事的方面 就要保持現況 保守一點 因為如果你進取的話 就很容易會惹起一些麻煩 還有一些事會停滯不前 或者是沒有進展 更加容易發生 培了夫人又接兵的情況 財運方面今年都是保守一點 因為你今年植太歲 如果你是進取的話 就很容易會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影響你的財運 甚至有損失就不好了 人際方面 今年都會有貴人可以幫助你 如果有問題的話 不妨找人幫幫忙 可以安嚴到過今年 屬牛的朋友 今年2020年鼠年就有合貸稅 但這個合貸稅真的不太幫到你 因為今年的事實上 就容易會發生爭執 就算你不找麻煩 那些麻煩都會找上你 做事就多做事就少說話 財運方面 今年容易墮入金錢的陷阱 投資賭博就要小心一點 人際方面反而有貴人幫 如果遇上以上不順利的問題 諸事不順的話 只要你開聲的話 一定會有人幫你 尤其是年長的女性 更加是你的貴人 屬府的朋友 2020年雖然不是范太水 但今年你真是黑中之王 事業方面容易發生到陰溝女返旋 不論你是打工或是做生意 都好 很容易會發生一些大問題 會引致到結業 甚至乎被人炒魷魚 所以萬事要小心 在財運方面 今年設計有磨爛隻 因為越磨得久的話 你的錢的損失就會越大 所以如果發現有不對勁 立即就雙手 輸小就當贏 人事方面 今年受盡人事的折磨 遇到很多小人和麻煩人 不斷折磨你 所以多做事就少說話 可以引致減少很多問題 熟透的朋友 今年你做形態水 形態水之年運程比較反覆 在事業方面表面好像很好 但裡面其實有很多問題發現 如果你要解決問題 你不妨向一些朋友或出聲 應該會有人幫到你 人事方面 今年雖然有貴人運 但這些貴人 全部都是實際和講利益講錢 所以不用打人情牌 如果你真的要人幫 不妨就要洗一些錢 這樣才可以找到一些人幫你 財運方面 今年比較緊張 適宜開源節流 如果你是亂洗的話 今年可能會入不敷枝 所以洗錢方面 就要小心點 留意點